大家好,我是杰西,欢迎大家跟杰西一起收看五月五日的英文新闻 好,首先我们要看到昨天五月四日对星际大战迷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新闻 Stone Troopers and Jedi Knights led by Dark Lord of the Sea Stars later Took over the Taipei 101 Skyscraper Tuesday to mark May 4th Star Wars Day 好,这边的话,假如你对星际大战不守跟杰西一样的话 你可能就不知道这个什么Stone Troopers,什么黑暗尊主 啊不对,这个是帝国风暴兵,Jedina是绝地武士 好,led就是带领,被谁带领呢 Dark Lord of the Sea Stars later,这个是什么 西施黑暗尊主 好,总之呢,就是有这些就是大家知道的coast prey 好,took over占领了台北101的skyscraper叫做摩天打楼 好,礼拜四,那礼拜二这一天就是,也就是昨天 好,to mark,mark是纪念的意思 好,5月4号星际大战日 好,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他们就是有做coast prey的打扮 然后跑到台北101大楼去 好,那为什么5月4日是星际大战日呢 我们来看一下 May 4th is globally recognized by Star Wars fans as a commemorative date because May the 4th is upon on the movie series most iconic line May the 4th be with you 好,这期也是前几年就知道 因为在脸书上大家就会放这个消息 就是会用这个 May the 4th be with you May的话就是 就是 但愿 好,force是力量 好,与你同在 愿原力与你同在 这个是这个 星际大战 这个series 它这一系列当中 很iconic 很著名的line 这边就是台词 很著名的台词 好,5月4号之天是 Globally recognized 在全球都被认可 好,被谁认可呢 被星际大战名 Star Wars fans as a commemorative date 一个纪念日 为什么呢 因为 May the 4th 5月4号 跟May the 4th be with you 是不是一个pump pump就是双关语 所以呢 5月4号就是星际大战日 让大家以后看到就知道了 May the 4th be with you 但愿原力与你同在 跟那个May the 4th 好,5月4号是一个双关语 这样子 好,今天介绍这个 因为昨天5月5号嘛 昨天5月10号 可是这新闻要5月5号才会出来 所以今天5月5号 跟大家介绍一下 昨天5月4号是星际大战日 这样子 Stone troopers and jetty knights dead by dark road of the sea star Fater took over the 台北101 skyscraper Tuesday to mark May 4th Star Wars Day Star Wars Day May 4th is globally recognized by Star Wars fans as a commemorative day because May the 4th is a pawn on the movie series most iconic lot May the 4th be with you 好,这是中央者CNA的新闻 那这边的单字 第一个 Skyscr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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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天大楼 高楼大厦的意思 第二个mark mark本来名词有标记记号 这边动词表示纪念 表示敬意的意思 第三个globally globally 复词全球的 这个常看到 global 形容词 globally 复词 第四个recognize recognize 动词 认可 这个字也常看到 第二个commemorative commemorative 形容词纪念的 第二个pung pung pung就是名词 双关语 就是它有两个 这样类似的意思 第七个 iconic iconic 形容词 非常出名的 那这边指的是 非常出名的 那个line 就是台词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好 b 第二个 这个新闻还蛮好玩的 the boundary between france and belgian is believed to have been ineadvertently regrown by a farmer who found the 200 year the old border stone marking the divide in an inconvenient location for his tractor 好 the boundary boundary 是界限 between france and belgian 在法国 跟比利时的 界限 好 这是主词 is believed 动词 被相信 好 to have been ineadvertently regrown ineadvertently 就是 非故意的 不小心的 好 regrown draw 是幻化的意思 regrown 是再画 就是重新划分 就是这个边界呢 被不小心的 重新划分了 好 这是 现在完成 被动 被谁呢 by a farmer 被一个农夫 好 什么样的农夫呢 后面是一个 形容词 who found a 200-year border stone 他觉得 好 这个200年历史的 这个 边界的这个石头 好 什么样的石头呢 这边是一个分磁片 就是这个石头 marking the divide 好 就是 划分那个边界的 这个石头 in an inconvenient location 在一个不方便的位置 好 for his tractor 对他的拖拉机来讲 他是一个农夫 他拖拉机就会经过 一个 那块石头 他就觉得 那个石头很定的 很占位置 刚好 就是他拖拉机的时候 会弄到 所以他就把它移了 但是那是一个边界 好 边界居然用石头 就是 就是这样 边界用石头 所以呢 他就把人家移动了 移动之后呢 就变成 比利时 比法国大了 比利时 占的大 大一点点 法国变比较小 这样子 然后呢 这当然是不OK的 所以呢 就是有学者 发现了 然后后来好像又把它移回来 现在又要把它移回来 这个边界是不可以随便乱移动的 这样子 好 就是拖拉机 他站到他的位置 他就把它移开 他也 不知道他是觉得 那个边界没有关系 还是他根本不知道 那是一个边界石头 就没有仔细看 这样子 好 边界 不像我们是海岛 我们海岛就没有 台湾是个海岛 就是没有什么边界 那其他国家的边界 这倒蛮好玩的 怎么样去界定这个边界 好 我们再看一次 好 这样子 就动词 划分 重新划分 第四个 boulder boulder 是边界的意思 第二个 tractor tractor 就是那个拖拉机 好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 就是这一块石头 把这块石头 把它移动了一下 好 好 再来一个是有点好笑的行文 a seaside town in japan has raised eyebrows after you used funding from an emergency covid-19 relief grant to build a giant statue of a squid 好 主词就是 a seaside town 一个在海边的小镇 in japan 在日本的海边小镇 动词是 has raised eyebrows 好 raise就是 提起来 eyebrow 就是你的眉毛 我的眉毛会怎么样提起来 为什么会提起来呢 就是 皱眉的意思 好 皱眉的话呢 就是 有令人吃惊 这边或者 令人吃惊有好有坏 对不对 这边的令人吃惊 可能是比较不好的 就皱眉头了 好 为什么呢 这是后面一个副词子句 after you used funding 好 他就是那个小镇 使用的funding funding这边就是那个基金 什么样的基金呢 from an emergency 紧急的 好 COVID-19 新冠肺炎的 relief就是一个救济金 grind就是补助金 总之呢 他就是把新冠肺炎的急难救助补助金 拿来做什么呢 build a giant statute of a squid 去建造了一个巨大的雕像 这个雕像是什么雕像呢 鱿鱼的雕像 好 这边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怎么需要看 就是建了这个雕像 他拿新冠肺炎的急难救助群 去建造了这座鱿鱼 好 那他的借口是呢 因为呢 新冠肺炎造成小镇的 那个 就变得非常荒凉 所以都没有游客 这是为了以后 就是要新冠肺炎之过后 然后要招揽游客 所以盖了这样一个很巨大的 鱿鱼雕像 好 这是日本人有时候就是 他们行为我们会觉得匪夷所思 这样子 好 他把金难救助金去盖雕像 为了以后能够招引光光客来 好 第一个 raise eyebrows raise eyebrows 这边你就知道 就是这个片可以记一下 令人吃惊 好 第一个 relief relief 救助金 第三个 grand grand 辅助金 好 这种就常常可以看到 可以记一下 第四个 stajue stajue就是雕像 第一个 squid squid 鱿鱼 好 最后的川普的新闻 虽然我没有很喜欢他 但是今天看到好几个都有写出来 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 Donald Trump has launched a new communications website which says it will publish content straight from the desk of the former president 好 唐诺川普主持 动词has launched 好 他推出了 设立了一个 受词是这个 a new communication website 一个新的沟通的网页 他之前就在讲 因为他都被封锁 他被社交媒体封锁 所以他自己就要创办一个 有自己的平台 可以跟人家沟通的 好 他支持着 在美国其实还是还蛮多的 好 沟通的网站 好 这个网站是怎么样的网站呢 后面是一个行动词子句 那这个行动词子句 因为我已经讲出就是这个网站了 所以他是一个非限定的 好 只是说明而已 这个网站呢 which says 他网站上面就说了 好 说了后面就有一个名词子句 对 没错 行动词子句里面还是可以有名词子句的 说怎么样呢 他将会publish 他将会发布content content就是那些内容 straight from the desk 他以为他还在做总统吗 直接从那个桌子 of the former US President 就是那个前 former是前 前美国总统 好 直接从美国总统的桌子上面的内容 直接发布 好 因为以前 他当总统的时候 总统不是都在桌子上面写吗 就是通常那张桌子这样子 他意思就是说直接从 他最直接的新闻消息这样子的意思 好 但是呢 就是会看呢还是会看这样子 但是 好 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说很直接 就是从他直接来源 这样子 他应该的意思是这样 好 Mr.Trump was banned by Twitter and suspended by Facebook and YouTube after the capital riots in January 好 川普先生被banned 就是被禁止了 他被推特 推特已经把他涌进了 所以他从此之后 都不能在推特上面再发文了 好 and suspended by Facebook and YouTube 好 被终止 好 脸书从去年终止 跟YouTube从终止他 但是还没有解禁 好 之前有在讲要解禁 但是一直还没有 所以目前还是终止的状态 好 在什么之后呢 这边副词指 没有 这边只是一个片语 after the capital riot 在那个国会的暴动之后 在一月的时候 有国会暴动 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 之后就把它禁止了 这样子 所以他自己就开了一个新的平台 要跟大家沟通 好 跟他的支持者沟通 这样子 好 再一次 Donald Trump has launched a new communication website which says it will publish content straight from the desk of the former US President Mr. Trump was banned by Twitter and suspended by Facebook and YouTube after the capital riots in January 好 这边 几个单词 第一个 launch launch 这个字一直看到 就是推出设立的意思 它有一个动词 什么什么开始 什么什么推立 推出这样子 第二个 content content 名词 它这边指的是内容 第三个 ban ban也是一直看到动词禁止 第四个 suspend suspend 也是一直看到 中止 禁止跟中止不太一样 好 第五个 riot riot 名词暴动 好 那今天的新闻 就看到这边 非常感谢大家 宝贵的时间 跟杰西一起收看 今天的新闻 喜欢的话 麻烦我按个赞 杰西有脸书 ブログ跟YouTube频道 都欢迎 订阅 追踪 分享 其实今天头痛 有点怪怪的 好 谢谢大家收看 下次见 拜拜